在1972年我给一个病人治疗的时候 这个病人呢 他有淋巴瘤 同时呢也有慢足肺 大概四十几岁吧 但是呢他已经熬了 大概有四五年了 还还比较好 我就问他 这个你你你做什么 你吃什么 他说我每天都念太极拳 当时我就对太极拳就有一个好奇 我觉得太极拳 真的有这个效果吗 那么当时也就是说 从那儿说算到现在的话 将近五十年了四十多年 我一直对四十多年 我一直对太极拳呢 有一个有一个憧憬 也就是说 这个中医的这个古老东西 是不是真的对慢性 这个疾病有效 在我们整个国家开展中医药里头 要解决这个思想障碍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太极拳也是 我们的罗教授呢 他采用了这个 比较现在应该说 比较最先进的技术 观察呼吸中枢的兴奋性 因为这个慢祖飞活动的兴奋性 非常高 这个隔肌肌电呢 也活动这个 这个兴奋性也高 这个肌肉的收缩力等等 用些科学的方法来观察太极拳 是不是真的有效 因为他站在那嘛 半吨嘛 等等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呢 来证实了 它是有效 同时呢 我们也用 就现在医学的方法来证实 我们很多传统的 一些 这个国家 这么多的 这个 这个实际 临床的实践的 经验的话 把它变成 寻证医学的结果的话 那就大有可为 但是我觉得 发展我们的中医药 首先要解决 我们在某些医务人员的思想障碍 思想禁锢 好好的学习一下 这个 我们中国在 这40年 为什么40年就能够搞 搞到国外一两百年走过的路 那为什么我们在医学 医药科技方面 能不能够 也有我们的一些特色 跟特点 这个是很值得我们考虑 太极拳是不是真的有用 经过罗教授 他们的团队的利益后 那证实的是有用 而且在国际上 也这个认可 这类似的新闻话部会 把太极拳作为亮点提出来 国外都认策了 那我们为什么不要 做更多的发扬跟发展